那么咱们这个经过了一系列封装对吧 现在咱们这个代码开发前来会相对简单一点 从下面开始开发的话就简单很多了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实现去继承和实现就可以了 对不对就很简单了 然后让大家最重要的是做到什么呀 关注业务本身 把技术这块玻璃出去 把技术玻璃出去就关注业务 主要是为了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今天做的这个东西呢 有兴趣的同学就多花时间刷多两面视频理解一下 你觉得我还是继续先编程吧 我还是先从基础一点开始对不对 没关系啊 你只需要继承我的抽象的这个类 然后你去写你的业务就可以了 对不对 其实操作起来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区别 好 那么现在呢这里有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啊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咱们的category service input这里 这里啊 我们在这里干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 首先 当我新增的时候 当我这个entity啊 新增的时候 我调用了 insert这个方法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会判断一下我的这个负极类目这么个东西 就判断我这个负解点啊 就是我 我有没有负解点 有的话我还得给它怎么样 给我的这个负解点 更新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方法当中 操作数据库操作了几次呀 两次 对 所以这里呢 就是咱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数据库 操作了两次 那我之前有没有说过 这个业务复杂度的问题啊 我说过吧 对不对 就是一个业务里面 操作数据库操作几次 你就简单理解啊 简单理解 一个业务里操作数据库操作几次 一次就是什么呀 简单业务 那就没关系 但是呢 三次就属于什么呀 不是复杂 是普通业务 七次 就是 复杂业务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 换句话说就是 我这里有一个功能没做 就是删除 对不对 删除 当我到我的分类页 比如说啊 我把这个整个删掉的话 我把它整个删掉的话 是不是在这下面的所有子类 及其 内容和它包含的这个内容啊 我停掉了啊 不管它 就是要怎么样 一起删掉 对不对 那这时候是不是操作了多张表啊 对吧 我这里虽然操作的是一张表 但是操作了两次 刚才那个呢 要操作什么呀 两张表 对不对 要操作两张表 好 那这时候就说明 我们还 虽然还是属于简单的业务范围之内 可是对数据库的操作是不止一次的 那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我们这么理解啊 比如说我删除了分类 删除分类 那么它的所属分类 和所属 所属内容 是不是跟着要怎么样 一起删除 那么如果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删除所属内容的时候 删除内容时 对 怎么样 报错了 或者是叫做就失败了 对不对 之前删的东西怎么办啊 没了 不可以没 对不对 就不可以没有 怎么办 这时候咱们就要干一个事情 就叫回滚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呀 这就叫失误 是不是这样 这就叫失误 那我们现在咱们的程序里没有失误 没有失误 对不对 如果做了这个操作的话 那失败了就失败了 之前的也就白白了 是不是 之前的操作就这时候就会有问题了 就有问题了 所以基于这一点 咱们需要用到什么 失误 但咱们集成了Spring 所以咱们用的是什么呀 Spring的失误管理 因为之前学的是JDBC的失误管理 是不是这样 就上一个阶段 对的吧 JDBC的 但现在咱们用了Spring 而且用了MyBetis 所以咱们得用Spring的失误来管理 好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Spring如何管理失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们看一下Spring如何管理失误 OK 失误呢 原本是数据库中的概念 用于数据访问层 但在一般情况下呢 但一般情况下 需要将事物提升至业务层 那这样做呢 是为了能够使用事物的特性 来管理具体的业务 哎 是不是 这是业务逻辑层 对不对 那这里操作了两次 那个叫什么 数据库的操作 对吧 而之前写事物的时候 是不是在DAO层写的呀 什么get 什么session 什么鬼 对不对 create transition 然后commit 或者roback 对不对 记得吧 那是在DAO层的 所以实际上 咱们应该把事物放到哪里 业务层 那么我们既然整合了Spring 是不是要通过Spring 来管理我们的事物呀 Spring管理事物有三种方式 一个是使用事物代理工厂管理 但是这一条呢 已经不用了 不用很多年了 所以这个就不讲了 好吧 没有意义了 再一个呢 就是使用事物的注解管理事物 其实我们现在的项目 几乎都在使用注解管理事物 因为它够简单 够简单 还有一种常用呢 就叫aspect J的AOP配置管理事物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个框架 是个框架 那Spring呢 会需要用到它 这个意思 对不对 用AOP 也就是面向切面编程的方式 来管理事物 所以这两种呢 还是要会用的 上面这种是用注解 那很显然下面这种是用什么呀 XML 因为它没说是注解嘛 对吧 就用XML 好 那明白了 有三种方式啊 但是我们常用的只有两种 这个时候呢 Spring如何来管理事物呢 Spring凭什么能管理事物呢 那是因为啊 Spring主要用到了两个接口 两个接口 哪两个接口呢 一个叫事物管理器接口 一个叫事物定义接口 这么这两个东西 对吧 那这些 你想这些内容从哪来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从官网来的 你这是上不了网的意思吗 呦尴尬了 上不了网 稍等一下啊 这个突然网络有问题 突然网络有问题 上不了了 本来想说去官网看一下它的帮助文档啊 我想 我说的意思就是啊 咱们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人家官网来的 对吧 就包括咱们之前做什么GS啊 前端那些 对吧 东西都是从官网那搬过来的啊 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说吧 Spring的事物管理通过两个接口 两个接口啊 主要通过两个接口来来做 一个叫事物管理接口 一个叫事物定义接口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物管理接口啊 这个事物管理接口呢 是什么 叫什么呢 叫做Platform Transition Manager 就是什么呀 平台事物管理器 对吧 主要用于完成事物的提交回滚 及获取事物的状态信息 那么这个接口呢 接口定义了三个事物方法 提交获取事物的状态 以及事物的回滚 那对了吗 咱们事物不就是提交和回滚吗 说白了 所以这个接口就负责什么呀 就提交和回滚 对不对 和拿一个事物的一个状态 好那你注意啊 它是一个接口 接口只是负责定义 是不是应该有实现啊 嗯好 它有常用的两个实现类 它不止两个实现类啊 常用的两个明白啊 不止两个啊 好 有两个常用的 一个叫做DataSource Transition Manager 一个叫做Hybernate Transition Manager 很明显一眼就看出来了 DataSource是给谁用的呀 JDPC和MyBetis用的 Hybernate Transition Manager呢 就直接给Hybernate用的 是不是啊 啊明白 好 它定义了两个 你看它专门做了这么两个 那为什么Hybernate用专门的 而MyBetis就可以用DataSource呢 因为之前我有说过 你现在没网了 我也连不上了啊 我只能口述了啊 Hybernate是一个全自动的OM框架 我介绍过 对不对 MyBetis是一个半自动的OM框架 然后当时有一个张图 那张图是那个JDPC啊 在那个MyBetis框架的什么呀 这个出去一半 对不对 还记得那张图吧 其实说最终MyBetis调用的是谁啊 还是JDPC对不对 而Hybernate因为它自己有一个方言类 所以它处理这个事物的时候怎么样 略有一点不同 是这意思吧 略有不同 我看一下啊 咱们的这个 这是MyBetis对不对 完了以后 它有一个 再画个框框啊 白色的 这个是 哎 这个换一个红色 为什么是黑色呢 尴尬啊 开一个百页面总可以吧 好 这里 这个 这是什么 MyBetis对不对 记得啊 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JDPC 不能用白色 黑色 黑色吧 这样子的 是不是一半啊 哎 这个是JDPC 这里面是MyBetis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最终还是 在这里封装完 这个ORM之后 还是交给JDPC 再去连数据库的 所以 提供给JDPC用的 提供给JDPC用的这个事物实现 同样可以提供给MyBetis用 明白吧 是这么个意思啊 是这么意思得来的 好 那明白了 就是说 咱们会有一个Planetform Transition Manager 接口和一个DataSource Transition Manager 实现 主要就靠它两个了 对我们来说 对吧 那Spring 它提交完事物之后 它什么时候触发回滚呢 什么时候回滚呢 运行时异常回滚 什么叫运行时异常回滚呢 那就是 就回滚的触发时机 时机 那换句话说 就是之前做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Transition 什么点GetSession 那东西 对不对 得回来吧 对吧 就比方T点 Begin 好像是叫这个吧 BeginTransition 是不是啊 然后你在里面写代码 是不是写代码 然后这里好像还有一个TryCatch 是不是有个TryCatch 对 会把它TryCatch 会把代码Try下来 对吧 会把代码TryCatch下来 那TryCatch之后 干什么事情 是不是 这不就报错了吗 报错的时候 是不是 Rubac 对不对 否则怎么样就 Commit 对吧 是这么个写法吧 这么个写法 好 也就是说 咱们Spring 事物的时机 触发 事物的时机 也是什么呀 运行时异常 什么叫运行时异常 就是系统启动的时候 正在运行 这个时候的异常 对不对 什么情况下会触发 这些异常啊 你那你不知道 你各种情况下都有可能触发 明白这意思吧 好 也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方法里 有事物性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两张表 同时在操作 就是代码的这一段啊 又要这个 insert 又要update 是不是啊 同时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当update 抛出异常了 操作时抛出异常了 什么概念呢 就是 我们写的insert的那个 mapper的代码 举例子啊 比如说 insert的代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update代码有问题 比如说这里扫个逗号 是不是就代表有问题啊 那这个时候 在调用update的时候 是不是爆异常啊 这就是运行时异常 但编译时没有异常 编译时不出异常 运行时才出 对不对 这时候就基本上 这个功能就废掉了 废掉以后 我之前做的操作 是不是应该回滚啊 Spring会帮我们怎么样 自动回滚 Spring帮助我们 自动回滚 明白吧 好 所以你就记得 Spring处理异常时 也是当系统发生 运行时异常时 自动处理 而且不需要你 插开去 记住啊 你不能插开去 就是发生异常时回滚 有一个 这个 发生异常时 回滚 但是有一个注意点 自己不能插开去 明白吧 你一旦在事物方法里 做了插开去 对不起 那个事物就失效了 因为是Spring在管 不是你在管 你别你别乱来 明白这意思吧 是Spring在管 不是你在管啊 就等于说是 这个是全部交给Spring 管理 管理 好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方法 在执行的时候 有可能会因为 什么原因 报异常 但是你就是不可以把它 对 你就是不可以把它 就是插开去 就是不能插开去 就这样 插开去 对吧 一旦这样包裹了 如果这个方法 是个事物方法的话 对不起 这个事物就失效了 注意这一点啊 不然的话 也许你写了插开去 配置又挺正确的 怎么就不行 然后再看别的方法 怎么就行 因为那个方法里 你没有插开去 可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他们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是吧 记住啊 好 那么这个意思啊 这是事物管理器 根本是事物定义接口 事物定义 就是定义事物的行为 你这个事物 什么情况下触发 有没有事物 对不对 怎么个玩法 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不对 你得跟人说明啊 你不说 不说怎么办 不说按默认的来 对吧 不说就按默认的来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事物定义接口 这个也是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做 Transition Defishing 中定义了事物描述的 相关的三类程量 事物隔离级别 事物传播行为 和事物超市时间 先说一下 事物超市时间 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在操作的时候 对于时间的把控 与计算很复杂 很复杂 就是什么 多长时间超市啊 你给你写个死 就是什么 死的时间嘛 比如说20秒啊 10秒啊 30秒啊 这不是你自己 意想的时间吗 那不能写 不能写这个东西 因为你在操作 这个事物的时候 比如说你新增 一下新增 1万条数据 假设啊 然后你的超市时间 是5秒 你能保证 5秒钟能把 1万条数据插完吗 不一定吧 好 一旦超市怎么办 回滚 但你还没报错呢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 不太好规定吧 就自己不太好计算吧 而且呢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 你看你服务器 比如说你用 假设你用I3的处理器 再处理这个东西的话 它要10秒 你用I5就变成3秒了 是不是跟配置 还有点关系啊 是不是你不太好界定吧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不改 明白吧 Spring有默认的 不管它 就不管它 能理解吧 默认就是不现实 实际上就是 能理解吧 所以就不管它 注意 OK 我们来看啊 事物的四种 隔离级别 这里显了五种 对不对 它主要因为 它有个default 有个默认啊 默认呢 是采用db默认的 事物隔离级别 什么叫db默认的 事物隔离级别呢 就是数据库 默认的事物隔离级别 如果是买Scr 那么隔离级别 默认的隔离级别 就叫这个 叫什么 叫什么 Pretable是不是 Pretable 这个东西叫重复读 如果是Oracle数据库呢 Oracle默认的隔离级别 是read Commit 是不是啊 读以提交 那如果是Scr Scr 那Scr 是什么 就是什么 能理解吧 这叫默认 数据库自己 默认的 好 也就是说 买Scr 默认的是重复读 Oracle自己 默认的是读以提交 那这时候我们有四种隔离级别 四种隔离级别 一个叫读未提交 是不是读未提交啊 一个叫读以提交 一个叫可重复读 一个叫串形化 四种级别 那么这四种级别 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级别是不是学过啊 我记得 JDBC对吧 好 如果是读未提交 就不解决任何并发问题 只是他 这种级别的问题 叫不解决任何并发问题 如果读以提交 那会能够解决什么呀 这个模式能解决脏读 但是呢 不能解决 不可重复读与换读 那这三种是什么意思 有学过吧 有学过都知道是吧 快忘记了是吧 重修读和换读 不可重复读和换读 是吧 好 那这个事物的这个隔离级别 这个问题 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主要是解决并发问题 对不对 是解决并发问题啊 我来举个例子 给大家回忆一下啊 咱们回忆一下啊 事物的隔离级别 要不怎么叫隔离呢 对不对 你两个操作同时过来 三个操作同时过来 无数个操作同时过来 这是不是叫并发啊 所以要把这些操作隔离开来 对不对 所以叫隔离级别 是吧 好 所以事物的隔离级别 主要是为了解决 为 为了解决并发问题的 为了解决并发问题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先理解一下 那我们先理解一下 并发问题 事物的并发问题 有三种问题 三种问题 第一种叫脏毒 第二种叫不可重复毒 不可重复毒 第三种叫患毒 是这样吧 三种 三种并发问题 那么什么是脏毒 什么是脏毒 就是毒的时候很脏 是不是 对 毒的时候很脏 是吧 这样啊 比如说有个事物 事物A 事物B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事物啊 在操作 比如说在操作 同一张表 在操作同一张表啊 比如说TBU这张表 他也在操作 TBU这张表 是什么意思吧 然后呢 在事物A这个地方呢 他先读取 读取TBU的 对吧 然后得到个ID 等于1 没问题吧 得到ID等于1 然后万万没想到啊 事物B 是不是第二个 第二个请求过来了 是个并发 对不对 他修改了 修改了这个人的ID 变成等于2了 变成等于2了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在操作的时候啊 在操作的时候 在操作的时候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要读取一次 TBU的ID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因为事物2 把ID等于2了 变成了2啊 他这时候 他改了吗 对吧 好那行吧 你是2就2吧 那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吧 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他报错了 他报错了 结果怎么样 回滚了 结果ID又变回1了 然后下面这个人 这个人又再去读取 TBUser ID的时候 又等于1了 这就叫脏读 是不是这样 这就叫脏读 因为这里 他修改了2 可是呢 没有提交 我就读到他了 完了以后 他出错了 一回滚 又变成1了 是不是121啊 是不是 有点过分了吧 这就叫脏读 这是个问题吧 这是个问题 然后呢 Oracle这个 读以提交 解决脏读问题 就是不会出现 这个现象 不会出现 这个现象 怎么解决的呢 事物B 在执行的时候 没有提交之前 是不会改变 那个叫什么 值的 所以你是读不到 那个错误的值的 明白吧 那个脏的数据的 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 不可 重复读 不可重复读 什么叫不可重复读呢 什么叫不可重复读呢 意思差不多 但是这里呢 这是两个事物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事物B呢 干的事情啊 它不是为了去操作 TBUser 它也许是为了去操作 这个TBContent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是为了去操作它 但是要用到它而已 是不是啊 好 现在呢 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个事物A 和一个事物B 能理解吧 但是这个事物A和事物B 方法名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换句话说啊 换句话说 就是这里 这个方法 比如说叫做 A类的A方法 那这个事物B 其实是B类的B方法 明白吧 那这里就不一样了 这个事物是A类的A方法 这个事物B呢 还是A类的A方法 是不是在调用 同一个东西啊 要不就怎么叫重复呢 对不对 叫重复呢 在调用同一个事物 实际上 那同理 都和上面一样了啊 TBUser TBUser ID等于1 它才读到了 有一个人过来并发 并发这个事物 结果让什么呀 TBUser ID 等于2了 并且怎么样 提交了 是不是ID等于2了呀 操作同一个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A这个事物啊 任务还没做完呢 还没做完 完了以后呢 它又要再拿一次ID的时候 是不是ID等于2了呀 并且被提交了 这种现象 称之为 不可重复读 你看差别在什么地方 差别在什么地方 一个是A方法 自己在做事情的 对不对 然后由B 由B干什么呀 出错 回滚了 出现了脏读 而不可重复读 是什么呀 两个人执行的是同一个 本身事物 对不对 但是不同人在执行的 这么一个方法的时候 结果这个人怎么样 第二个人过来提交了 然后这个人怎么样 读到了错误的数据 读到了错误的数据 这种现象就叫 不可重复读 能理解吧 这种现象就叫 不可重复读 好 这又是一个问题 麦斯克 级别是可重复读 解决脏读 不可重复读问题 是不是能解决的问题 它号称能解决 换读是什么东西 换读比较简单 换读是什么意思 换读 比的是条数 数据条数 比的是数据条数 什么叫数据条数呢 同理 我现在搜索list tpuser 我先操作这个东西 事物里操作这个 我得出来的是什么呀 tpuser 点size 等于10 可以吧 结果这时候呢 这是在事物A中 这时候有个事物B 它干了一个什么事情 对 增加了一条 tpuser 是不是这个时候 又提交成功了 变成了什么呀 11条 完了以后 我这里又要取这个数据吧 tpuser 点size 是不是等于 11了 数据量不一样 数据集 数据结果 集的数量不一样了 这叫患毒 明白吧 这是不是个问题啊 也是问题吧 这都是并发产生的问题 所以才会有事物A事物B 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这是同时两个人在操作 是不是 这是个并发操作吧 同时两个人在操作 对吧 同时过来的 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就是个事物现象 对不对 这就是隔离级别 我们根据什么呀 根据不同的场景 要去选择不同的隔离级别 不过通常咱们都是 对 default 那篡形化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好 这个好 不存在并化问题 说明上面这些问题都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很棒啊 听上去 对 但是效率齐低 是不是 所以咱们不采用 明白吧 所以你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叫没有淫弹 就是这个意思 双刃剑有好有坏 是吧 双刃剑有好有坏 就这么个回事 好 这是隔离级别 再看一下传播行为 隔离级别理解了 我们就等于是复习了一下 那传播行为 传播行为也学过吧 这个没有 这个是特殊的 这个是特殊的 好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传播行为 所谓事物的传播行为是指 处于不同事物中的方法 在相互调用时 执行期间事物的维护情况 比如 A事物中的A方法 调用B事物中的B方法 在调用执行期间 事物的维护情况 就称为事物传播行为 要事物传播行为 是加在方法上的 好 什么意思呢 比如 A点A方法 这是一个事物方法 这叫事物A A 然后这里有个事物B 事物B 那它的就是B点B方法 比如说叫这个 对不对 那A点A方法 能不能调用B点B方法呢 可以吧 B点 在这个方法里面 调用B点B方法 那很正常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 就是 A有A的事物 B有B的事物 对不对 那是不是事物与事物之间 好像冲突了 对吧 其实不是冲突 这种情况就称之为传播行为 是把A的事物带给B呢 还是把B的事物拿回来呢 这是个问题吧 这是个问题 对不对 好 你要选择哪种方式来处理事物 这叫事物的传播行为 因为事物方法里 欠套了事物方法 对吧 OK 好 传播行为 我们就看一下啊 有哪几种传播行为 七种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种 第一种 required 必须的 指定的方法 必须在事物内执行 指定的方法 必须在事物内执行 若当前存在事物 就加入到当前事物中 若当前没有事物 则创建一个新事物 这种传播行为 是最常见的选择 也是Spring默认的事物传播行为 好 什么意思 理解一下啊 第一个 他说的是 指定的方法 必须在事物内执行 也就是A点A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事物方法 他指定的传播行为 为必须的 是这意思吧 嗯 然后呢 若当前存在事物 就加入到当前事物中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B点B方法 来调用A点A方法 如果B点B方法 有事物 有事物 B点B方法 有事物 就加入到当前事物中 是不是A点A方法 加入到当前B方法的事物中啊 因为事物是加在方法上的 传播行为是加在方法上的啊 则 如果当前没有事物 那这个时候 没有事物 B点B方法 没有事物 是不是 A点A方法就怎么样 自己 创建一个事物 是不是这样 因为A点A方法 必须在事物中执行 那么这个 就叫Requered 能理解吧 好换句话说 调用的时候 长这个样子嘛 对吧 但再举点例子嘛 那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医院看病 比如说你去医院看病 三九脑科 就在隔壁 是吧 很近啊 走两步就到 对吧 看脑子 好 去到医院以后 你这个病呢 必须有医生看 明白吧 你去到医院以后 有医生在 是不是事物啊 有事物吧 有医生在 医生给你看病 没问题 没有医生呢 必须找个医生过来 你看 因为你这个病 必须找医生看 很严重啊 对吧 你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对吧 叫前台 叫护士 对不对 打电话给医生 也得找个医生给你看 就是必须的 对不对 必须的吧 好理解吧 那方法调用的时候 是长这样啊 那下面啊 support 指定的方法 支持当前事物 但若当前没有事物 也可以以非事物方式执行 指定的方法 支持当前事物 就是说 这个 现在就变成了 这个support了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拿下来 我就说说啊 你们听听就可以了 指定的方法 也就是说 A点A方法 如果它是support的话 能理解吧 它呢 支持当前事物 但当前没有事物 也可以以非事物的方式执行 那B点B方法 有事物 A点A方法怎么样 跟着事物一起走 B点B方法 没有事物 A点A方法怎么样 无所谓 也跟着一起走 是不是这样子 有事物 它就加进去 没事物呢 不是 有事物 它就跟着事物走 没事物呢 就算了 无所谓 我还继续执行 好 回到39脑科 对吧 所以咱们得回到39脑科 回到39脑科 怎么办呢 去到医院 看医生 你这个脑子有病 但是呢 不是很严重 对吧 有医生 那医生就看呗 没医生 我自己买点药也可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例子呢 就是说 有点像 它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恰当的 对吧 那就是意思 有医生 医生带我看 没医生 没关系 对吧 我自己买点药 也能看 这病也能治 无所谓 好 下一个 mandatory 指定的方法 必须在当前事物内执行 若当前没有事物 则直接抛出异常 好 A.A方法 现在变成了什么 mandatory了 B方法 有事物 指定的话 必须在当前事物内执行 对吧 B方法 有事物 OK 没问题 若没有事物 直接抛异常 好 回到39脑科 对吧 你这急诊 真是急诊 你这脑子马上就 坏掉了 对不对 对吧 送到医院 医生在 赶紧治 问题不大 没问题 医生不在 完蛋 马上 马上弹掉了 死掉了 明白吧 医生不在吗 对不对 直接抛出异常 死掉了 当场就拜拜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明白 是吧 好 这个下面 request new 总是新建一个事物 若当前存在事物 就将当前事物挂起 直到新事物执行完毕 总是 创建一个新事物 A A点A上面 变成了request news了 对不对 好 B点 B方法上 有事物 这里有事物 那他呢 不踩你 对不起 你闪一边去 我得自己怎么样 创建一个事物 是不是这意思 好 回到脑科 医生在 不行 我不能找你看 我得找一个新医生看 对不对 我得找个新医生 我不认识的 我老来你这里 对吧 我给你看 我觉得给你看不好 我得换一个 你到一边两块去吧 是不是找一个新医生过来看 总是创建一个新事物 对不对 这么一个意思 直到新事物执行完毕 就是你这个新医生看完 你走了 然后他再什么 回归岗位 是什么 这意思 好 Not supported 指定的方法不能在事物环境中执行 指定的方法不能在事物环境中执行 若当前存在事物 就当 就将当前事物挂起 好 A.A方法变成Not supported 说白了就是不支持事物 对不对 好 B 有事物 怎么办 挂起 不要你的事物 我怎么样 我不能在事物中执行 我必须怎么样 自己执行自己的 是吧 而且没有事物状态 好 这个时候回到脑科 医生在 对不对 不能在事物中执行 医生在 不行 我不能给你看病 我虽然来医院了 但我必须自己抓药 对 对吧 我脑子有病 我必须自己抓药 我不能让你带我看 对吧 这就是什么 不支持事物 可以吧 好 Never 指定的方法 不能在事物环境下执行 若当前存在事物 就直接抛出一场 这个时候 A.A方法变成Never了 他不支持事物 如果B.B方法没有事物 他可以执行 有事物 抛异常 好 去到医院 看到医生 死掉了 很灵异啊 对不对 看到医生直接死掉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这个 指定的方法 必须在事物内执行 若当前存在事物 则在嵌套事物内执行 若当前没有事物 则创建一个新事物 好 现在A.A方法变成嵌套了 嵌套 就是嵌套的意思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说B.B方法 有事物 A.A方法 创建一个事物 这个事物和这个事物 大事物套小事物 是吧 大事物套小事物 叫嵌套 如果他没有事物 自己创建一个事物 对不对 好 能理解吧 回到脑科 你这个得要专家会诊 会诊 懂不懂 就一个医生不行 明白吧 一个医生不行 那去到那里 就一个医生在 不行 一个医生看不好 我得再找个医生过来 两个医生 给我一起看 对不对 主任 主任和这个专家 专家会诊 对吧 主任先看 主任看完 专家看 明白吧 如果 如果怎么样 如果一个医生都没有 怎么办 拉一个专家来看 这时候专家就可以了 不用主任了 这就叫嵌套 能理解吧 好 就是这么 其中传播行为 好 明白了 Spring调用事物 Spring操作事物 主要靠两个接口 一个事物管理接口 一个 这个事物定义接口 事物管理接口 就负责提交和回馈 对不对 那它有两个具体的实现类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使用mybettis 所以我的实现 就是datasource 传执行manage 就可以了 我明白这个就可以了 跟着就是 事物定义接口 我要定义的是 事物的隔离级别 与传播行为 隔离级别有四种 对不对 读位提交 读以提交 重复读 传型化 记住 这个 这前面这个要记住 你可以不说英文 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个中文记住 因为它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你 哎 知不知道Spring的事物 知道啊 很简单 因为确实简单 对不对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事物的隔离级别 知道啊 哪些隔离级别 有四种隔离级别 对不对 读位提交 读以提交 可重复读和串型化 然后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读位提交啊 就是跟着脑袋切换到哪里啊 并发问题 你说隔离级别 就是为了解决并发问题 并发问题 事物的并发问题啊 事物的并发问题 有三种 脏毒 患毒 和什么呀 不可重复读 对不对 跟他解释 什么是脏毒 什么是患毒 什么是不可重复读 大概说一下这么一个意思 完了以后人一听 有道理 对可以 不错 事物这一关就过了 明白吧 那么多我记不住 记不住怎么办 你说我就记住一个 有一个必须的 就是这个事物必须执行 我就记得一个 因为我就平常不怎么配 就这么用嘛 顶多就是什么 什么止读啊 Read only止读啊 是不是啊 一种止读的情况 一种是什么呀 要写的时候 这时候才需要什么呀 事物的传播行为 对吧 你说就记得一个必须的 那无所谓 但是隔离级别 一定要能记住 隔离级别 一定要能记住 七种传播行为 我说白了啊 市面上能记住的人很少 基本上只记住这个 下面都不记得 大家都不记得 明白吧 但是呢 如果出现传播行为 需要做的时候 你应该去看文档 你知道有这么回事 可以这么调 对不对 这个时候要用 但是隔离级别 必须记得 因为他一问事物 他就要问你这个 你只要能回答上来 这个事物这一关就过了 能理解吧 好 所以这个问题 明天肯定咱们要稍微 考核一下 大家回去稍微 花点时间背一下 好吧 一个就是 事物管理 有两个接口 一个叫事物管理接口 一个叫事物定义接口 事物管理接口 主要是解决 提交和回滚的问题的 你说这个类名 你记不住 就算了 但是你得记得什么呀 事物管理接口 这几个字 提供了 主要提供了 提交和回滚 两个方法 对不对 获取状态 不记得都没关系 明白吧 然后还有一个 事物定义接口 主要定义了 事物隔离级别 事物传播行为 这个不说 没关系 隔离级别 有四种 传播行为 有七种 你回答 可以回答 四种隔离级别 是什么什么什么 解决了什么什么问题 或者说是 为了解决并发问题 并发问题 有三种 脏毒患毒 和不可重复毒 还有七种传播行为 但是那个传播行为 我记不住 你这样说没事 明白吧 面试的时候 明白吧 你这样说没事 你说我记不住 我就记得一个 有个必须的 其他我都没记住 因为不怎么配 能理解吧 好 所以明天回答的时候 按这个套路就可以了 只要记住 最重要的几句话 明白吧 好 这就是 这个Spring事物管理 啊 来吧